在我们台湾的特种部队里面 因为我们当然受训在一起 我们受训的时候 在同样几个地方 不管是三训 海训等等 所以跟一些特种部队 比如说水中爆破大队 我们那个时候叫水中爆破大队 我们福大安 我们就是打架认识的 你知道吗 不是认识打架 就是说好朋友这样子 那后来认识 水中爆破大队在台湾 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部队 就好像海龙蛙兵一样 他们在水上 两机部队等等 都是很棒的 为什么 他跟我们陆上的 这种特种部队不一样 陆上的我们顶多就是跳伞 然后直升机垂直升降 然后等等 他们最强调是海里面的 那么其实最主要是从 美国的美军的海报 相关那种海报部队那种概念 所以美军一开始是由美军 帮我们训练 1951年也就民国40年的时候 我们的海军开始派遣 这些军官士官等等 到美国去受训 这种两栖作战 然后开始你要如何 尤其是在海里面如何爆破 像这个后来越战的时候 越战的女兵特种兵 可以几个人就直接把美军的攻击运输船舰 炸了八公尺的大洞 那个就是在水下非常的重要 然后事实上除了训练的方式 你必须要10公里的海上长泳 40公里长跑 有时候长官在挑兵的时候问你说 其实我们这里蛮凉的 就是跑跑步游游泳这样子 他们跟你讲说是10公里 10公里海上长泳 他们没有讲错啊 10公里海上长泳 40公里长跑 然后你要等于说徒手能够潜下去50公尺 潜身33公尺 潜泳50公尺等等 这些事实上一再都在强调各式各样的 等于说你必须在海里面侦查 然后爆破 那除此之外呢 你还有各种爆裂物的制作 这个我们也会 那我跟各位说 他们在当年 水中爆破大队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 他就反攻大路过了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八二三炮战 古灵头大节 他们在这些战役之前 他们就曾经反攻大陆 而且攻打了好几个这个岛 说起这些比较少人去讲这些事情 这是爆破大队的战军 爆破大队 跟包括当时的反共救国军 民国40年的12月的时候 我们总共由当时金门的南海特 南海特遣队 你知道吗 南海特遣队由当时的这个上校的 李果然上校 他后来因为殉职 也就是在这个南日岛大战里面的殉职 所以追踪上少将 总共这些人 包括后来的水龙爆破大队 这些人反攻救国军攻打南日岛 那时候造成总共击 我们击毙对方的这个军队 对不对 总共击毙了三百多名 我们这边只有13个人死亡 包括我们的这个将军 李将军事实上当时已经中弹了 他还英勇地往前冲去指挥 所以后来就把李将军 升为少将等等 那是我们第一次打下了南日岛 那个是象征性的 然后打下以后我们就撤退 但是象征性的 然后就在隔年的大年初二 过年大年初二 我们又攻打了梅州岛 就是马祖的梅州岛 没有讲错 总共杀了一百二十个人 然后俘虏的一百一十个人 回来 老共吞不下这口气 立刻把我们所守的 那个在闽江口的西洋岛 立刻四百多人攻上去 杀了我们六十个人 我们也吞不下 这口气吞不下去 所以在国庆日 十月十号的那个国庆日 大举又包括刚刚讲的那些 包括他们名字叫做南海特遣队 然后这些能出动的 这个航空救国精 跟刚刚说的水中爆破大队 这些打过去南日岛 这个是我们当时最大的一场胜利跟战争 为什么呢 我们击毙了两千多人 然后俘虏了八百多个人 然后轻击枪重击枪 各式的炮一两百门以上 这个当时是很大的一场战役 所以也是因为这场战役 所以后来老共拉不下脸来 说一定要攻打 那个金盘附近的小岛 所以才有后来其他的这些 包括各式各样的战役 是这样来的